有时候这个国防真的很奇怪 比如说我越冲还是国服鸡 越摸就成了国服大问题 我都傻粉蛋 我眼都不敢这么血呀 还算是不玩了呀 还是去打台位下压力吗 共所周知啊 推抗路是需要手速的 毕竟手速严重下滑 赶紧看附近的人 有没有妹子 拉她一起玩 这个不行啊 皮肤这么少 还找那种威食小姐姐 不是吧 三百多个皮肤啊 还是双国服 不定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妹子 她还想啥 我是绝对不会加她好友的 毕竟我的眼睛啊 大家都能 什么 什么 她这人同意了 还等着 富佛就在影响 我可不想努力了 没国服就不配吧 想当初我也是国服第一操老板啊 小姐姐 我们可是同城啊 说话咋这么凶呢 竟然要和我单挑 这不手道亲来了吗 你是国服什么来着 对 小强和戏事 我全都给你进了 看你干嘛 他打得过我啊 但苗选一手国服第一养你 这局不用看 毕竟赢了 只要你不打得要权 我真的是随便打 倒没说 倒没说 你还带个弱化 没事没事 这种情况不要慌 我的细节肯定会比她好的 安条这方面 我杨锦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里她没有我的视野 直接给她一个横扫前军 四级都没有啊 你都敢出来 怎么说我杨锦前期 也算是个气零英雄呀 马上我们二级了 她竟然还不回家 还在这里跳舞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卡她一个视野 以为我回家了是吗 直接给你一个二闪 不习不义 往往才能置身 有本事等我到四级 那又如何呢 四级了就这样就这样 还不愿照样被我欺负吗 看我今天念着急 我可吃死你 没意思没意思 这赢的也太轻松了 直接再来一个防二闪 有兵线 她是不可能打得过我的 直接去把拿下 没技能了 没技能了 被放这了 走 怎么又开始超风火了呀 不过后期对线调查 真的很难的 怎么 你说我会说 那怎么可能啊 这里她没露视野 我们先别出去的 好像出现清兵线了吧 人家秒怀了就不能啊 没敌过 直接散现藏水 妹妹啊妹妹 你养姐哥就来了呀 没赢过 赶紧A 赶紧A呀 这时间是应该够的 威食复活 我来了 最后一下 赢了 赢了 妹妹啊妹妹 这下去了 我的厉害了吧 还不看你做我CP 我都激动坏了 好好 竟然还给我发了一句语言 赶紧听这是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宝贝 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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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